阿太說法是說他就到門就繼續睡了 因為那時候是早上而已 他就繼續睡 那忽然聽到旁邊有槍響 他嚇醒發現說小靖已經躺在地上 頭部啊 嘴巴啊 都出現 他上檢查看了一下 馬上撥打這個救護車的電話 所以才會有監視器調到他在住處跟走廊 來回走共的這一個畫面出現 打完電話之後 他就馬上收拾旁邊的東西 包括槍枝啊 個人物品啊 還有小靖的手機啊 什麼的 他都一併全部拿走 他就直接從出處離開了 他從頭到尾都是堅持說小靖是自殺 而不是他殺的 他有打給這個小靖的媽媽 小靖的媽媽當然是一開始會有點排斥 我的女兒現在人不在了 你就跟他在同一個房間 那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這個媽媽一定會非常多的疑問 那當時有跟我們透露說 他有跟這個母親說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嘿嘿 我在到現場 大家就是學運直擊 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鋒的 如果目睹一件密案的話 你會怎麼做呢 你可能會報警 或者是你會想要上前試圖急救 想辦法去制服兇手 又或者是這個明哲保身嗎 這種世代喔 每個人想要處置的方式都不一樣 可能當做是沒有看到一樣 趕快離開現場 可能嚇都嚇死了 每個人的聽眾答案 我相信都不太一樣 是我的話 老實說 我也沒辦法確定 自己是不是敢打呢 去上前查看這個死者的狀況 或者是傷者的狀況 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 趕快拿起電話 撥打119 然後鎮定的說出 案發地點在哪邊 我就覺得自己算是很厲害了 但是啊 除了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這幾種之外呢 又是怎麼樣的人 會在目睹命案發生後 急急忙忙的離開現場 甚至還到處躲藏呢 這一集我們就來探討 先介紹本集的來賓 總共有三位 我算是一個非常大陣仗 分別是新北市警局機中心的警務員 楊端凱 多個學長您好 鳳德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 監視中心的警務員楊端凱 那目前在我們這個監視團隊服務的年資 大概有11年了 都是在從事這個現場勘察的工作啦 那我從106年開始 也接觸了測謊鑑定的這一塊領域 截至目前為止 在這塊領域服務了大概四五年的時間 那現場呢還有另外一位警務員 也是新北市警局的警務中心警務員 張玉璇 音樂希望您好 鳳德哥 聽眾各位觀眾 各位大家好 那我是服務在新北市監視中心警務員 張玉璇 那從事監視的工作大概八九年 那目前有策略大概策謊的領域有三年 監視的工作大家很直覺想到 比如說指紋啊 DNA啊 或者是微物啊 槍彈啊 那些我們都有策略這樣子 就是什麼都要學就對了 是是是 好那除了現場錄音之外呢 還有一個在我們台南 跟我們一起遠端錄音的台南市二分局的偵察座 許中緯 張玉璇 你好 美鳳的哥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的偵察座許中緯 原本是任職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莊分局 那從警主要都是擔任這個刑事工作 刑事資歷大約有十年了 那這次很高興受邀參與這次的訪問 好那這一集呢算是相當難得 總共有三位來賓 一起來講述同一個案子 那每一位呢其實都有各自專長的領域 那既然一開始 我們得先將時間拉回到2015年 從一通報案電話開始談起 準備好的話就跟著我們的聲音 進到安發現場吧 2017年1月9號中午12點多 新北市警局消防局接到了一通報案電話 電話中呢一名男子匆忙的說 有個女孩子他自殺了 而且他的右側太陽穴一直流血 隨即呢就掛斷了電話 那這個通報呢不只是消防局接到而有 也很快的被轉到了新莊分局裡面 中永哥當時你接獲的消息是怎麼狀況呢 案發當天下午大約是1點多的時候 警方接獲這個報案 那是說有一個女子自殺 我們接獲報案後是馬上派員到現場 現場了解後確認死者是一個女性 右側太陽穴有槍傷 因為這個是有槍傷有槍擊死亡的案件 現場又沒有槍支 加上這個報案人講的又含糊不清 所以警方是馬上將他認定為他殺的案件在偵辦 了解那他當時啊這通報案電話裡面 除了提到說這個女孩子自殺了 而且太陽穴一直流血 他好像有提到自己是一個通緝犯的身份 這部分你沒有掌握到嗎 有對他電話打過去的時候 他是說他是通緝犯 然後哪個地方有女子自殺 他馬上就掛斷電話了 其他的他都沒有多講 好那我們警銷呢 貨報之後也很快的到達這個 新莊區一處公寓的4樓 見到裡面你們初步看到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到達現場之後我們進入房間裡面 確實看到有一個女子躺在地上 右側太陽穴有出血 所以我們就確定說這通電話是真的 至於死者身份的部分 因為他現場發生的地點是在這個死者的住家裡面 所以其實現場還有很多資訊可以去識別死者的身份 所以警方也很快確認說這個死者身份就是這個名叫小靖的這個女子 然後我們有去查訪死者家屬啊附近鄰居 知道說這個小靖他是跟他的男朋友一起住的 那因為現場很乾淨沒有其他他男性友人的其他相關資訊 所以警方是以這一通報案電話為切入點 最後去查到說同住的男友 他是這個叫阿泰的一個男子 那另外因為當時查訪附近鄰居的時候 鄰居有表示在案發當天中午的12點的時候 有聽到死者的住屋處有傳來說爭吵啊尖叫的聲音 所以讓警方更加的確信說這個是他殺的案件 消防人員到場的時候 檢視這女子他現場已經沒有生命的跡象了 所以目前的偵查人員可能就是要來查 消失在套房裡面的這個男子阿泰 也就是小靖他的男朋友到底是跑去哪邊了 因為目前這樣看起來很有可能阿泰就是撥打電話的這個人 而且鄰居有聽到說阿泰跟小靖在中午的時間 可能大概一個小時前在他們的這個租屋處裡面 有傳出一些爭吵的聲響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阿泰就將小靖失手給殺死 可能是目前警方初步的一個方向 那俠區的警示小隊也很快到了現場 要來進行相關的一些財政 整齊案子看起來目前相當不單純 儘管報案的人我們目前先可能想說是阿泰好了 他說是人自殺了 但是報案的人卻失蹤了 證明案相當高機率會升級為他殺案件 那整齊案子呢這個最後真相到底是什麼 目前仍然朦朧不清 那這支小隊到了現場之後要來進行採政 玉泉哥你們當時到場後看到的到底是什麼 一樣的一些狀況呢 剛剛提到的資訊都是我們跟偵察人員 同步在現場裡面整理出來的 就是偵察還有所他們都一起過來 那我們監視隊員可以進去那個現場 那我盡可能的讓大家可以理解那個地方 那就是一個有電梯的公寓 他在四樓 那他格局很簡單 就是一個小套房 裡面有一個廁所 你一推開門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就稱他小鏡 小鏡就躺在地上 把瓶躺在地上 那他頭部流了很多血 那我們走進去看 發現他頭部有一道貫穿的槍傷 當然我們在現場也搜尋到了 彈頭 彈殼 那甚至在床面上 或者是牆面上 天王板上 找到可以的彈孔或彈作點 然後甚至我們找到了子彈 子彈我們有找到完整的兩顆 就是沒有擊發過的有兩顆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 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一把槍 我們沒有找到這個關鍵的證物 那當然我們就繼續見識 他有一個間廁所 現場有很多血跡 那血跡大部分都在小鏡的身邊 不過廁所裡面 卻有清洗血跡的痕跡 地面上的血跡有發現赤腳印 可能是留在現場的另外的人 踩到這個血之後 走路留下的腳印就對了 那我們沿著血跡的阻跡 我們就一路往外走 他往外去了 他延伸到了泡房外面的走道上 甚至又在電梯裡面也留下來 當然根據包安的情況 我們很顯然的 有人離開了現場 那他可能帶走了重要的證物 那這樣的資訊 我們也跟偵查方面做了確認 就是這個包安人他很重要 他沒有留下任何的身份 那當然剛好提到說現場有留一些 可能是小鏡的資料有 我們的確有找到 可以作證說 這個小鏡他的身份是誰 那當然我們一方面又提供了偵查資訊 就是見識看到什麼 一方面我們回到現場 我們想要針對就是血跡有關的資訊做裁證 那當然一方面我們針對在場人的指紋 或者是DNA 我們也進去搜尋說 可不可以找到是誰 曾經到過這個現場 一軒哥我現在有個問題 因為你剛好提到說 死者小鏡他的頭部有一道貫穿傷 那這個子彈是有經過彈跳嗎 有辦法現場看得出來從哪邊射路 從哪邊射出 左或者是右 那彈頭打穿他的頭部之後 有在房間裡面經過彈跳 現場看得出來嗎 當然他既然是一個貫穿的上市 那彈頭離開了頭部 大家可能會想說那他打到了哪裡 那當然我們有找到一些彈孔 比如說我們在床面上有找到兩個彈孔 剛剛我們發現的彈孔第二件事情 我們找看看他有沒有貫穿 我們有試圖去還原這個彈道 它可能是兩個彈道 那另外我們在牆面上有找到一個彈道 它跟床面的那個彈道方向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現場其實找到了不只一個彈道 簡單來說呢 這個現場可能不只發生過一槍的槍擊 但確定的是小慶頭部有一槍 接下來我們重點就是我們會先還原看看 這一槍到底是從哪邊 最後又是落到那邊 當然一開始我們假設它可能有關聯 但是我們有試圖去找看看 支持這個假設的有沒有相關急診 比如說斜肌的性態 或者是彈孔的入境 合不合理 我們有試圖去重建這塊 這次小組呢在案發現場努力的同時 我們有辦法去找到死者家屬嗎 仲偉哥 當時你們的動作是怎麼樣的呢 死者家屬其實在警方還沒有通知他們之前 他們就先自己到達現場了 當時其實他們到達現場的時候 警方也才正在拉起封鎖線進行財政 至於說為什麼這個家屬會提前知道這件事 是因為這個事情發生後 阿泰他總共撥打了兩通電話 第一通就是撥給這個119小防隊 第二通就是打給這個死者 這個小靖的媽媽 他是向他媽媽說 女女兒自殺 要她趕快過來 他女兒在這個新莊的住處 那因為這前一天 案發的前一天 阿泰跟這個小靖 他們因為這些事情有發生過爭吵 所以他有請他們媽媽過去做一個排檢 所以其實他媽媽知道 他們是住在新莊住在哪裡的 這部分他們是知道的 所以他們接到阿泰的通知後 他們就馬上坐計程車到達現場 可是這個他媽媽到達現場的時候 一開始在接受警方的詢問的時候 他是對於警方的提問說誰打電話給你 或者是說小靖跟誰同住 他媽媽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的 後來我們去查明去釐清之後 發現其實他媽媽對他的生活 對他跟誰交往誰打電話給他 其實他都是知道的 至於他為什麼不願意說 是因為這個阿泰在打電話 跟小靖他媽媽告知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有在電話中有對他恐嚇 要對他不利 所以他媽媽會害怕 所以一開始在接受警方的詢問的時候 才不願意多說 那目前感覺整起案子 最可疑的就是這位男友阿泰了 中文哥你們當時有辦法去清查出他的體系 比如說從這個報案電話他打給119 總該留有一個報案電話的號碼 這方面有辦法去確認清楚他的一些資料嗎 有 我們當時也是透過這個報案的電話 後來再去跟其他的單位做一個配合 去查清楚這個阿泰的身份 然後清查這個人之後發現是他有很多前科 而且也有因為這個毒品案件 他目前本身是因為毒品案件 被判刑15年兩個月沒有入監服刑 所以目前是通緝的身份的 中文哥讓我們當時怎麼樣去追查 這一位阿泰的行蹤 因為他自己報案說是女友小金他所自殺 但是現場看起來 我們目前研判的方向很有可能是他殺 那這個阿泰的行蹤是目前偵查人員 要去掌握的最重要的線索 你們當時怎麼去找人的 因為阿泰他本身他的手機是關機的 可是他從發生地離開的時候 他也有把他那個小金的手機帶走 但是這隻手機也沒有使用 所以警方是沒有辦法從這個手機的追蹤 去追蹤他的位置的 加上他本身又沒有交通工具 所以最開始的時候只能透過監視器 去分析阿泰他的逃逸路線 從他離開案發地點開始 照著他的軌跡一路去調閱監視器 起初的偵辦方向是這樣 我們在看監視器的時候 有看到什麼樣的內容嗎 比如說他離開的這個現場 或者是怎麼樣的嗎 就像剛剛玉璇學長講的這樣 他發生之後 他走出來外面 在走廊那邊進進出出 就是打電話 那時候應該是在通報119 通報消防局 後續他就拎著大包小包下樓 然後沿著7樓徒步離開這樣 我們前面提到的這些機震 到底怎麼樣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有兩枚沒有擊發的子彈嗎 還有一些彈頭 彈頭到底有幾個 當然因為現場有很多急震 我們配合偵查方面 已經做了身份確認後 我們就把重點著重在彈道的部分 那彈頭我們最一開始 是只有找到了兩顆很明顯的 它就在地上 那我們找到的這兩顆彈頭就是 我們可以明顯發現 它就是一顆看起來不算完整 就有一顆有一些痕跡白白的 有摩擦到東西 對有摩擦到東西的痕跡 這兩顆有一點不一樣 那我們當然就會針對這個彈頭上 做一些微物的財政 甚至是採DNA 可能聽眾光這樣聽很難想像 它的相對位置 不過那間套房並不大 可能大概就30坪左右 所以其實離它真的不遠 那我們當然會先去找看看 貫穿小鏡頭部的這一道 它是可以連成一線的嘛 因為當時候我們現場看完 當天下午我們就進行法醫的相驗 我們有得到法醫一些初步的研判 大概方向是怎麼樣 所以你們當時研判比較合理的這個彈道 是在地上兩發的其中一個彈頭有對不對 對我們也是這樣有這樣懷疑的 就是當時的經驗結果都還沒出來之前 我們有先有這樣的假設這樣子 好那可是就算這一個真的是其中一個彈頭好了 那怎麼還會有第二個彈頭呢 對那其實這就很容易理解了 有一顆彈頭跟完整子彈分離嘛 代表它可能經過幾法 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現場我們找到了 至少三個彈道 也就是說彈孔有蠻多個的 我們就綜合來看這些彈孔 可能它可以連成一個彈道 那我們後來去看可能至少有三個 也就是說可能這個現場開過三槍 但是我們比較難確認說 這些發生槍擊的時間點 比如說它可能會不會是當天發生的 或是它是之前就發生過 或是它會不會是前訪客 這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這個無從各自 但是我們唯一可以確認的 完全不會有錯的就是 小鏡頭上這一發 它至少是一發子彈打出來的 對那我們就先從這個 最關鍵的這個彈道去做還原 OK 所以這個彈道 你們當時初步比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的 還原的過程要怎麼還原呢 就彈道的還原過程當中 我們就先找找看方向嘛 就是最簡單兩點連成一線 那既然是槍傷經過人體 人體被槍擊後會初選 所以它血跡的分布可能會比較密集 會接近槍擊當下的熱區 那我們就去綜合比對這些位置 那我們的確有找到一個很特別的 它在牆面上有一個彈孔 那個彈孔離地大概高2米 它蠻高的 顯而易見它那個是一個水泥牆 它被打出了一個洞 那牆面上的壁紙往上翻了 所以是由下往上打的 對 我們那時候想說 那這一發有可能是由下往上的方向 那我們就開始看 往天花板上看 天花板上有一個凹陷 我們懷疑它可能是一個彈作點 那當然彈頭上可能有一些微量的元素 它可以透過一些經驗去分析這些彈孔 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是槍擊所造成的 你剛前面有提到 其中一枚彈孔上面真的白白的東西 對 那後來我們去仔細看 這些白白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用顯微鏡去看 發現它有可能是壁紙上的油漆 我們這樣懷疑 那當然我們有採集相關的證物做的建議 剛好它跟我們剛剛發現的那個彈頭 上面殘留白白的元素是有相似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大胆地假設說 它有可能就是打中這個牆壁上的壁紙 所以這一顆子彈就穿過小金的頭顱之後 飛到兩公尺高的壁紙 打到之後再反彈到天花板 最後落在地面 我們找到了最關鍵的一個彈道 我們發現了 其他的彈道我們有做還原 床裡面我們後來有去翻找 因為床面上我們找到兩個彈道 那很幸運有一個彈頭從床裡面掉了出來 所以現場總共有三個彈頭 玉璇哥這樣子的話 我們現場有辦法判斷出來 這一槍到底是小金自己自強所開的 還是是阿太地 就是他的頭所開的槍 當時我們這一個關鍵彈道比對出來之後 有辦法分析嗎 槍擊是這樣子的 有一把槍擊發了子彈 那它可能會留下一些微量的機震 它可能會落在案發現場 跟它很靠近的人身上 或是物品身上 那這些建言方法 譬如說我們稱作射擊殘疾 我們有做這個方面的努力做鑑定 但根據這個結果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推斷究竟是自己開的槍 還是有別人開了這一槍 到目前還是有點困難的 就我們見識看到這個當下 還是有點困難 當時我們在第一天追監視器的時候 第一天好像還沒有抓到人 沒想到在第二天的時候 突然有了一些關鍵性的進程 是跟台北市的北投分局有關 是有人到北投分局說 知道這些案子的一些什麼 這怎麼一回事呢 那警方在追蹤這個阿泰的行蹤的時候 有發現 他離開案發地之後 有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綽號瘋狗的朋友 開車來載他 警方發現這一環節之後 也是將這個瘋狗列為這個重要的關係人 然後在查清楚這個瘋狗的身份之後 警方是馬上派人到這個瘋狗的住處 要去找人 那此時 此時已經是案發隔天的下午了 那警方到他住處的時候 他人其實並不在家的 過沒多久 接到北投分局通知 說這個 歷稱瘋狗這一個人 他自己已經到北投分局去做一個報道了 那因為他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北投區 所以他選擇了去他住家附近最近的分局去報道 而不是到案發地的新莊分局來做一個報道 所以這個瘋狗扮演的角色就是說 案發後 載著他離開案發地 是扮演的這一個身份 當時猜想一定是把他列為共犯的 因為一定是把他列做接應 載著他做這個逃逸的動作 他到案後 警方是針對他當天去載阿泰的行蹤 要他做一個詳細的交代 那他的回答是說 他接到電話後 先到案發地附近 先去載阿泰 然後載著阿泰到新莊阿泰另外一個租屋處 去收拾東西 然後他們又到盧州的一間當鋪 阿泰的說法是說他要去那間當鋪 去將他跟小靖的這個戒指把他贖回來 最後這個瘋狗再載著阿泰到三重的客運站 讓他下車 後來他們就算是分開了嘛 那到這邊的時候 警方掌握最後阿泰的出沒的地點 就是在這個三重的客運站 後來我們有跟這個客運站的人做一個查詢動作 確認他案發當天的傍晚 他就已經從這個客運站搭乘核心客運 到台中了下車點是核心客運的這個 炒碼站 到現在其實已經到案發的隔天的晚上了 所以警方確認他的最後行蹤 因為那時已經深夜了 我是想說隔天的一早 馬上派人到台中核心客運的炒碼站 去調閱監視器去做後續的動作 那誰知道隔天一早派人下去到客運站的時候 就在旁邊的便利商店發現阿泰的身影 他剛好又要買票搭車回到台北 警方看到他在那邊 當然就上前確認身份 就做一個逮捕的動作了 其實我們跟他的時間點 已經有幾乎兩天的落差了 所以我們下去其實還是要調遷日器而已 可是他已經要買票要回台北了 那可能這就明明中有注定 他就是賊心該敗 剛好就被我們逮到了 他身旁好像有兩名友人 可是一開始上前跟他確認身份的時候 他也是不承認他自己就是這個阿泰 他是報他哥哥的名字 這警方後續持續出貨追問之下 他才承認 好那我們當時逮捕這個阿泰的時候 你們有確認一下這個槍 在案發現場的這把槍有在他身上嗎 阿泰他搭客運到達台中的當天晚上 他其實有先去清水那邊去找一名友人 然後那名友人其實是看他精神狀況不好 所以是先將他的槍跟子彈的那個包包 先收起來 那至於收在哪兒 阿泰其實不知道 後來阿泰有帶著警方去找到這名友人 這名友人也有配合警方 成功在他住家附近的一個電線桿下方 起出這個關鍵的槍枝跟子彈 這個彈殼 那他怎麼會把彈殼拿走啊 阿泰的說法是 那一顆彈殼是卡在這個槍枝裡面的 所以他是把它取出來之後 放在他的外套口袋 所以才會隨身攜帶著 那你們後來將這個阿泰啊 也帶回到心中分局哦 準備要來仔細詢問他 在路上的時候 他的精神狀態怎麼樣呢 阿泰他其實一路上哦 包括我們查到他 帶他去取槍帶回分局的路上 他表現出來都是一副很傷心 很無神的樣子 不知道是因為他作賊心劇 還是因為自己的女朋友自殺 才會導致這個情況 在詢問之前 釐清之前其實都不知道 那你們仔細詢問阿泰之後 他到底是怎麼說的呢 他跟小靖的死到底沒有關係 阿泰的說法是說 案發的前一天晚上哦 他有因為這個收帳帳目的問題哦 跟小靖有做這個爭吵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都會有 有可能是帳目啊 是有可能是感情的問題 做過爭吵 那隔天早上就是案發當天 他們還是有 因為這個事情在吵一遍 所以鄰居才會聽到那個爭吵啊 尖叫吵鬧聲 那爭吵完之後 阿泰說法是說他就倒頭 就繼續睡了 因為那時候是早上而已 他繼續睡 那忽然聽到旁邊有槍響 他下行發現說小靖已經躺在地上 頭部啊嘴巴啊都出血 他上前查看了一下 馬上撥打這個救護車電話 所以才會有監視器調到他在 住處跟走廊 來回走共的這一個畫面出現 打完電話之後 他就馬上收拾房內東西 包括啊 槍支啊 個人物品啊 還有小靖的手機啊什麼的 他都一併全部拿走 他就直接從住處離開了 他從頭到尾就是堅持說 小靖是自殺而不是他殺的 不過這都只是阿泰他的片面知識而已啊 難不成他真的是無辜的嗎 其實這個情節讓我想到最近要上映的 一部犯罪懸疑電影 最後真相 一個棒球新秀啊 他就被指控殺害女友之後 堅稱自己是無辜的 但從民眾啊 媒體到法官都沒有人相信 最後呢這個新秀還路肩服刑 我相信聽到這邊 很多聽眾可能跟我一樣 也不相信阿泰他的說法 因為這種死不認罪的案例啊 在我們過往談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甚至到了法刑最後都判決確定了 他們也都是不認哦說就是不是自己殺的 都是他自殺的 他自己出意外的 不過當時呢在阿泰被捕的時候 有發現到他身上有一個紙條 紙條後來發現是小靖他所寫的 我這邊也來讀一下這個紙條內容哦 他說你一定要平安過關 要多陪伴我一些時間哦 雖然你總把不好的情緒出氣在我身上 但也許是欠你的吧 就是愛你 請你珍惜 否則一天我還完了就走了 你後悔默契 其實他這個紙條哦 是夹在阿泰他的皮夹裡面的 問他說他這個紙條是小靖什麼時候寫的 其實他說他不知道 他起床就發現了這一張紙條 那你說這張紙條的內容 他像遺書嗎 其實也不全然像遺書啦 可是有一種交代性質的意味在裡面 是沒有錯了 所以你說小靖因為留下這張遺書自殺 這個其實還要列入一個參考 也不能說完全肯定 那你們還有調查出阿泰一些怎麼樣的事情嗎 他跟小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關係 我們調查後發現小靖跟阿泰 確實是男女朋友美國工作 那這阿泰他本身是經營這個印招站的 他們會用這個觀光的名義 將小姐從泰國引進到台灣來 後續再將小姐安置在他們住處樓上的房間 那這個小靖他裡面是擔任這個會計的工作 所以才會有說他們因為這個帳目收帳的問題 有做爭吵的這個情形 其實他們大多數的營業所得 都是阿泰跟其他的員工去分的 小姐的實際獲利非常少 那我們還有發現到如果有這個小姐不願意 或者是不想要接客的話 因為他隨身都持有槍險 他會釀槍恐嚇逼迫小姐接客 甚至於說他會逼迫他們試用毒品來提升 以增加這個接客的次數 那你們最後將阿泰給移送的時候 因為會有一個移送書 這個總會有一個明目 他涉及什麼案子 你們當時跟檢察官討論之後 認為他涉嫌的部分到底是怎麼樣的 阿泰他當下他這個案子 主要也是以殺人槍炮 這種罪行去給他做一個移送 因為我們警方也沒辦法去排除他 涉案的可能性 他殺自殺 警方這邊不可以去做一個斷定 那至於他經營應召戰的部分 是等我們後續去做一個查證 都調查完畢之後 我們才去含送給地檢署去做一個偵辦 所以他其實殺人的部分 槍炮的部分 甚至是經營應召戰 人口販運的部分 我們警方都是有移送偵辦的 好 那目前這個阿泰人是抓到了 而且也移送到地檢署去了 依照這個槍炮以及殺人 他跟小靖的死 很有可能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但是這個移送跟距離起訴 其實還有好長的一段距離 其實就我們過往案件 大家能夠知道 儘管當時已經有媒體 將阿泰定調為是殺人犯 但是檢警的調查也不會那麼隨便 我們現在談談這個死因好了 因為前面我們跟玉泉哥聊的時候 有談到說法醫有給玉泉哥 你們一些指示 有一些初步的說法 法醫後來仔細解剖後 有寫出了一個解剖報告 我這邊先來簡短練一下 當時他採集死者的遺體協議 以及尿應來進行毒物的化學檢驗 發現小靖他生前有濫用甲基安非他命的狀況 頭部的右盧部有單一接觸型的貫穿性腔傷 左邊的鱸骨跟鵝骨都有粉碎性的骨折 而且還有提到一個很特別的叫做鱸底 它是一個角鏈式的骨折 最後是因為大腦左右唸液還有中腦破裂出血 引發神經修剋死亡 最後法醫下的死亡原因有分甲一比 甲是直接原因 甲是神經性的修剋以及中毒性修剋 乙是鱸腦損傷以及安非他命中毒 乙則是頭部唸液單一接觸性的貫穿性腔傷 以及濫用了這個安非他命 最後它的死亡方式法醫是寫未確認 因為法醫的解剖 建制人員是有參與的 那我們有提供一些我們現場發現的東西 剛剛有提到法醫有採集死者的血液尿液 那其實我們現場的確我們有發現 疑似安非他命毒品的殘渣帶還有吸食器 所以就這些情況性激症來看 死者生前可能有服用毒藥物的可能性 所以法醫也採取了藥毒物的檢驗 那最後也有在體內檢出 他可能有濫用甲基安非他命的情形 那其實濫用藥毒物如果過量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致死的 所以法醫最後下了這個位券 當然槍傷的認定是很顯而易見的 那法醫就針對槍傷 把頭顱內的彈道做了一個還原 創傷彈道的還原 比如說他的方向 那他從哪邊進 哪邊出 所以是從哪邊進 右邊進嗎 對 後來法醫的認定是 他應該是從右邊進 左邊出 就是一個彈道 那我們去閱讀這個甲醫病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他跟我們死亡證明書很像 如果就最簡白的認定就是 他可能濫用甲基安非他命 導致甲基安非他命中毒 最後導致中毒性休克 死亡 那另外一個就是 單一接觸性貫穿型的槍傷 導致乳腦損傷 後來神經性休克 死亡 所以就法醫的認定來說 這兩個都有可能導致他死亡 那關於他究竟是 哪一個是最關鍵的傷勢 甚至是他究竟是自圍自殺 就是自己導致的 還是他是別人來開這一槍的 法醫其實就他的專業在當時是 還沒辦法確認的 所以他所謂的未確認是代表這些 那當時法醫也沒辦法判斷出 直接的原因嘛 那我們後來啊 現場介事有沒有辦法 給我們帶來一個結論 比如說我們前面的這些彈道比對 後面有更精確的一個結果嗎 那他已經找到了 槍我們也找到了 槍上留下的一顆蛋可卡彈了嘛對不對 我們有發現有這個狀況 當然我們試圖去連結這個 槍跟這個現場 它是不是這把槍 那的確我們有找到這槍上有 小鏡的DNA 可能就真的是這一把槍 那接著我們結合了剛剛法醫給我們的資訊 他的方向從右近做出 在一開始我們還原現場的彈道的情形 我們認為他跟牆壁這個大概高兩公尺位置的這個彈孔 這個由下往上的方向可能是這樣子產生的 所以我們結合頭部的彈道的方向 然後跟現場彈道的方向最後做個連結 然後去研判 他有可能的位置他在哪邊開的槍 那這個他究竟是自己還是別人 我們先不談 我們先試圖去還原彈道的方向 那的確我們最後找到有兩個假設 假設他是小鏡自己開的槍 必須是小鏡是處在一個蹲姿 或者是他是坐著的 或者是相對於蹲姿坐著這種比較低高度的姿勢 然後朝自己右太行學開槍 然後由下往上這個槍 彈頭才打到牆壁 最後天花板然後落在地上 假設這是小鏡自己的話 因為法醫有給我另外一個資訊是 他在右側的太陽穴有發現 火藥刺青的痕跡 可能認為那是一個比較近距離的 所以他有可能很靠近槍 甚至他頂著槍 頭部可能有一點歪斜 或者是整個人靠著槍 或許他自己也不知道方向 不過最後這個彈道穿過他的頭顱 有效往上打到這個槍壁上 這是假設是小鏡自己 當然我們有第二個假設 那假設不是小鏡自己呢 假設是別人呢 如果是這個別人 他一樣哦 他也必須在小鏡時 蹲著或坐著的這種狀態下 他頭部是在一個比較低位置的 位置可能是高約40或50公分的位置 然後他必須有別人持槍 朝他的頭部有太陽穴開槍 他必須吻合這個彈道 那我們最後得出了這兩個假設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完全排除說哪一個假設是不可能的 或者是我們認定說哪一個假設就是這個 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認為這兩個假設都有可能發生 我們最後認定是這樣 那當時檢警 檢察官為了得到一個結果就出動了 端凱哥我們今天現場的另外一位來賓 應該說端凱哥我們團隊啦 你們不是一個只有一個人哦 當時這個過程是怎麼樣的 確實他這個案件的這個真點就是在於 到底是誰開的槍 那這個案件的疑點 就是說一般來講槍擊自殺現場不太會有別人 那所以這個現場又剛好有別人 就有阿泰 對對對 那另外一個也讓人頭痛的就是這個現場的淡著點也不少 當然也有可能有人會有一些猶豫的槍傷 他會在那邊試槍之類的啦 但是現在的真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檢察官這邊要釐清的就是說 現場這個阿泰這個人 他到底有沒有造成這個小徑右側太陽穴的槍傷 以及他在這個現場 當天他到底有沒有開槍 有沒有可能是恐嚇嗎 還是是兩個人在現場做拉扯 誤擊發 甚至是直接槍殺 或者是阿泰所講的 他就是在睡夢中聽到了槍聲 才發現小徑倒臥在血淡之中 所以那時候就是檢察官有將這個案件 委託我們當時成立的這個測謊團隊啦 首先剛剛一群有提到大概是分這兩個狀況的話 我們自己看完卷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是一個他殺的案件 那阿泰他當初怎麼案發之後 還會去做一個報案打電話的動作 他怎麼會還打電話給這個小徑的媽媽 通知說你的女兒已經自殺了 其實這個有點比較不合理啦 就是說會造成他如果他要逃逸或者滅陣上的一些不便利 那另外一個如果這個小徑他是自殺 一般來講用槍來自殺的案件 是比較少看到用女生啦 因為他必須要懂得操作這把槍支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比較頭痛的地方 那好險這個我們現場勘察法醫見識還有我們偵查面的 他幫我們省去了很多這上面的釐清的工作 那我們側謊的題目的設計基本上就是本於剛剛所提到的這些訊息 用很具體明確的動作 那還有客觀的示針 那我們這邊客觀的示針就是小徑頭上有一個槍傷 最關鍵的那個 對最關鍵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編題就會測說 小徑頭部的槍傷是誰造成的 或者是直接了當的問阿泰 你有沒有對小徑的頭部開槍設計 類似這樣的側謊去做一個編題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測謊的部分 阿泰在我們測試的過程 其實他也直接了當的去提出了 他知道因為他通緝犯的身份 他當時有離開現場 但是那是他的說辭嘛 他知道在這個現場有一個女生死亡 他的女朋友死亡 他絕對脫不了關係 全世界都不會有人相信他 他這樣跟你講啊 對對他自己也知道這樣的狀況相當的扯 他自己也說如果是他自己的小孩發生這樣的事 他也絕對不會相信 那個在場人沒有關係 但是他現在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很希望藉由測謊來驗證他自己所講的話 等於是說阿泰他自己主動要來測謊 他自己有主動跟檢察官提出這個要求 所以他到我們這邊來做測謊的時候 其實都是算是挺配合的 那也是很主動的去說出 他自己案發經過的一些事情 他在這個側前誤談的這個所述 基本上都跟他在警察第一時間做的筆錄 包括後續偵查 就是檢察官做的筆錄的這個出入其實不會很大 基本上就是像他講的 在前一天他有跟這個小靖發生爭吵 然後後來在當天小靖有先哭泣 他們在睡覺的時候他發現小靖在哭泣 他有去哄他就像剛剛中文哥講到的 他們有一些爭吵的一些情形 哄一哄他睡著之後 他醒來的時候就是聽到槍聲 然後就發現小靖倒握在血波之中 這就是他在側前會談的說詞 那在正式要跟他進行測謊的這個過程中 你們到底是問了什麼問題 那又呈現出怎樣的反應 那大概我們有按照我們測謊技術的方法 大概有分兩個 一個是緊張高點法 一個是區域比對法 那我簡單的說一下緊張高點法 我們會設計一個題目 然後丟一些不同的選項 讓這個受測人去反應 然後看他心中的認知是落在哪一個選項當中 所以我們當初給阿泰的這個題目就是 小靖頭上的槍傷是誰造成的 好我們就直接了當的問 那當然選項包括阿泰本人 或者是小靖自己 或者我們在編了一些其他的選項 例如阿泰的朋友 或者是瘋狗 或者是應召戰的太極女子 這樣類似做這樣的一些選項 那經過我們的測試 因為測試不是只做一組 會做好幾組 然後結合不同生理頻道的這個 反應頻率去做一個驗證 最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應該是落在說 是小靖自己本身造成這個槍傷的 這個可能性會比較大 那另外還有在編一個測試題目 因為這也是檢察官或者是偵察人員 都很想要知道 因為現場就太多槍了 不同的彈孔彈著點或者是彈頭殼等等 因為就像玉泉剛講的 我們有看到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研判他的時間點 以及他有沒有關聯性 一樣我們是回歸到最重要的那個 就是小靖身上 是造成他致命的那一槍 那一槍我們前面第一題問過了 對對對 但是我們也要去了解說 有沒有可能什麼射擊恐嚇 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案發當天是1月9號 我們就直接測 阿泰1月9號當天你開了幾槍 也是編幾個選項 01234 01234 就很直覺的數字 反覆驗證 確認我們得到的結論比較偏向是 他當天1月9號是沒有開槍的 那前一天有嗎 其實他們到這個套房居租大概是1月5號 1月5號才租了這個場地 所以其實大概過了才4天而已 就發生了這期的案件了 所以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有去跟他了解 阿泰本身在側前會談有提到說 因為他是一個通緝犯的身份 他買了這把槍 主要是為了防身 他如果被抓到會被關15年 所以他說他如果遇到警察 他會拼 拼一把 所以他被逮捕的時候身上除了槍 還有被找出一顆手榴彈 那他也特地提到說 如果他拼不過 他可能就是留一顆子彈 給自己 所以他其實已經有點 亡命天涯的那種覺悟了 他說因為他那時候 跟小靖吵架 他是說他不會去打女孩子 他也講不贏這個小靖 所以他一般來講 他面對到這樣紛爭 他就是會選擇 離開這個住屋處 就是離開這個紛爭的現場 因為他是通緝犯 所以他出門的時候 就是要戴槍 在1月8號的時候 他出門前 他就去拉他的滑套 他先讓他的槍的滑套 上膛準備戴擊發 結果他在拉這個滑套的過程中 這個槍子就走火了 就像剛剛中緯哥有講到 這個槍的故障 或者是不預期狀況 改造手槍的這種狀況 就是會比這次槍子高很多 所以他就造成了這樣的誤擊發 這是他自己的這邊的說詞 那即便是這樣子 我們目前能夠確認的是兩槍 就是一槍是 阿泰他說他誤擊發 走火打在這個床裡面的 一槍是小靖 造成那個小靖死亡的那一槍 然後最後面 阿泰的測謊結果 是小靖自己開的 他在睡夢中 那一槍的這個彈頭 最後面吊到小靖周圍 可是還有一個彈頭 是也在小靖周圍的 不過這個彈頭 最後面 不管是經過測謊 以及這件事 都沒辦法去確認說 這個彈頭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也是整個案子 比較讓人疑惑的一點 有沒有可能是小靖 可能開了兩槍 只不過可能在阿泰 他睡夢中只聽到一槍 這個也是當時 簡請也有在懷疑的 或者是阿泰 可能在什麼時間點 有開了另外一槍 這一點就是無從確認起 我想問一下 端凱哥 你們當時在跟阿泰 做測謊的時候 你們也會觀察他的反應 他的反應到底是怎麼樣 他的情緒波動是怎麼樣的 其實他在整個測前會談 包括其實整個測謊過程 他都在陳述這個案件的時候 他都是有在唾棄 流眼淚掉眼淚 他稱阿靖也是用比較親密的稱法 就是我們小靖 就是我家小靖 他都是會用這種比較親密的用詞 這個案件來講 如果這個小靖真的是自殺 這對於我們的受測人來說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衝擊 自己心愛的人 離開了自己 用這樣的方式 去結束自己的生命 對這個當時的受測人 其實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這個阿泰 其實在測前會談的過程中 他沒有特別的去在意說 究竟這個案子他會怎麼判 或者判幾年 他反而其實還是很糾結說 為什麼小靖要用這種方式去離開 所以他很多的負面情緒是在於自責 反而不是什麼委屈啊 或者是憤怒 他是在於自責 因為他有特別提到說 他怎麼沒有發現小靖 會有這樣的舉動 他說在搬來這個新莊這邊 一個禮拜之前 小靖就已經做事要跳樓了 當時阿泰是說 他沒有太認真看那件事 他有說 他就跟小靖在那個上面那邊對著說 阿你跳我就會跟著跳 他後來很懊悔說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吉祥 是徵兆 對一些徵兆 包括在槍擊的前幾個小時 那個小靖也一直在流眼淚 就是槍擊發生以前 他睡著以前 小靖還有一些這種類似這種 還比較憂鬱的反應 那他當時很懊悔跟自責說 自己怎麼沒有去察覺這一塊 他好像還有打給這個 小靖的母親對不對 或者是有跟他解釋 這個部分就是說我們做完策網之後 我們針對他的這個圖譜的反應 去做檢核的時候 阿泰更加的在這個策後會談 我們策網結束後 還有一個策後會談的一個階段 他有提及到說 剛好在母親節 那時候他已經在獄中了 他有打給這個小靖的媽媽 小靖的媽媽當然是 一開始會有點排斥 我的女兒現在人不在了 那你就跟他在同一個房間 那到底是不是你做的這個媽媽 一定會非常多的疑問 那當時有跟我們透露說 他有跟這個母親說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他有去特別指出這樣的話 最後檢察官呢 也統整了現場見識 有單道比對 還有小靖的賴對話 以及最後的測謊鑑定 最後呢 檢察官認為 都沒有積極的證據 能夠來證明說 阿泰有槍殺女有小靖 至於有一個彈頭 到底是怎麼激發動 檢察官則認為說 可能是小靖自己開的槍 或者是呢 在舉槍對準太陽穴的時候 在猶豫之間不小心激發的 又或者是 可能在拉滑套時 所不小心走火激發的 檢察官認為 這樣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此認定阿泰的罪嫌 尚有不足 最後給予阿泰不起訴的處分 至於阿泰呢 靜英姊姊印交戰的部分 被判了五個月 持有改造手槍也被判了兩年 然後要這個太極女子賣淫 被判了一年五個月 只能讓毒品給這個硬招女子 也被判了七個月 零零總共加起來 也將近五年的刑期 所以這個案件結果 我相信聽到最後 大家應該是顛覆了很多人的想像 經歷這案子的 我們今天的三位來賓 應該都有一些感觸 不知道忠友哥你覺得 這個案子最後面有一些怎樣的想法 其實這個案子 偵辦下來 從最初的偵辦方向 到後續的判決結果的落差 其實很大 當然我們也是尊重判決的結果 畢竟調查完後 很多的證據都不足以去證明說 阿泰他有這個殺人的嫌疑 可是當警察就是這樣 哪怕只有一點點他殺可能 你也是要用盡權力去偵辦 不管這個案子是自殺他殺 往起碼警方順利爭破 也算是對小劍對死者有一個交代了 那就御前跟你們的這個角度來看 你們有些怎樣的想法 其實就見識的立場 當然我們有看過很多死亡的案件 那我們當然是盡力的去還原 當時的狀況 那這個案子 最後檢方是判不起訴嘛 對不對罪嫌不足 當然檢方可能有保留了一些 他也沒有直接的說明說 他就是自殺 並沒有這樣子提到這件事情 這當然的這必須的 因為畢竟就我們見識的立場 我們能夠提供的資訊 最後就到這裡 他就有兩個可能性 那當然就檢方認定的專業 罪嫌不足 我們都給予尊重 我們認為他專業 這個案子當然要 有一些小小的疑點 還帶有釐清啦 不過就最關鍵的那一槍 我們其實已經給出了很明確的方向 這兩個假設 最後檢方的認定 我們都給予尊重 因為畢竟 我們最後盡力的只能到這裡 那如果是自圍 因為我們有時候談自殺自圍 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如果你是自殺 通常要有個動機嘛 那在這個案件中 我們似乎找不到一個確定的動機 那我們或許會抱持著 會不會真的是意外 會不會真的是猶豫 所以檢方這個也有納入考量 所以我們認為他這樣認定是我們也覺得我們也很認同 因為畢竟他還存在著不確定性 所以關於這一個可能是間接促成 或者是直接促成的彈道 我們也經歷去還原 的確沒辦法 不過他不至於影響到最後我們下的這個判斷 那我相信 其實很多事情做測謊的一個感想 就是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能夠看表面就可以去了解 很多時候要經過很多仔細的研讀 甚至聆聽 才會比較更加接近這個低層面的這種 每個人的一個感觸 那這個測謊 其實常常會被大家一個迷思 就是說大家都會想說 是做錯事的人 或者說謊的人 就很容易被抓來測謊這樣 這是一個算是對測謊的一個迷思 其實我們測謊鑑定 很多時候都是在幫助 說實話的無辜的人 去排除他們的一些罪嫌 縱使有時候可能跟案情的這個表面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就是有時候就是 這麼多的不合理才會構成 類似這樣的悲劇 或者這種命案的發生 是OK 其實這集案子 我們最後結尾大翻轉 相信聽眾們聽的 應該也都覺得很有滋味 那這邊也特別邀請到 電影最後真相的男主角 張孝全 給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張孝全 在電影最後真相中 飾演為了流量 不惜一切的名嘴主播劉立民 在真相眾說紛紛的時代裡 你又會選擇相信誰呢 眼見真的為憑嗎 歡迎大家一起跟著我進戲院 觀賞電影挖掘真相 電影最後真相 10月21日至23日 搶仙口悲場 10月28日 全台正式上映 沒有錯 有張孝全 陳浩森 以及方鈺廷 所主演的電影 《最後真相》 近期就要上映了 電影中所提到的故事 就跟這一集 我們提到的案子相當類似 一個涉嫌謀殺人友的 星秀球星 被判處重刑 如同阿泰 起先被認為是 嚇人兇手一樣 在入獄7年之後 還挾持著 張孝全所飾演的男主播 來越獄 只為了追查幕後兇手 在媒體大眾的報導下 真相眾說紛紛 他到底有沒有殺人呢 那面對聽來的真相 你會如何選擇 就留待聽眾們張映的時候 親自去電影院裡面來揭秘囉 亞洲職棒連賽現場 金傳名案 生守為死者 王世雲男友張正義 我沒有殺人 我也不知道他會死 什麼 張世宜的案子 不要查了 我們不是要跟他回助嗎 你們都不知道真相 你相信啊 更新真相告白 那麼這一集的我在案發現場呢 我們就談到這邊 也感謝來賓們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風德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風德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風德 謝謝聽眾 好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Instagram的臉書 還有YouTube 來搜尋訂閱 我在案發現場